有1325呎 两个房和一个书房 有两个半洗手间的 那些房去了楼上 所以多一点空间感 里面有1325呎 它的手工今次做得挺好 厨房全部用的砖的backslash 这个gas就放在管理费里面 做一个home office 你放了这些东西就看到空间多大 这间房是可以放到king size 还放两边床头柜 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足够的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地产经纪Joey 我是Maggie 今天横风横雨 外面拍外景不要紧 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JM的新楼盘 3699sacksmith road 是一个townhouse的单位unit No.6 身后面就是那栋楼本身 它是由Polygon建的Fiorella 这一区大家都很熟悉 又是West Canby 区 非常之方便的 层楼右手边已经是置地广场 左手边就是新城市广场 所以基本上你一到街 走去就已经有餐厅 有银行 非常之方便的 将来也有Capson的Sky Train Station 会建在大约5分钟的距离 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之前拍过的 亦是Polygon的Project 就是Telestar 上两个星期拍过的楼盘PALS 刚刚好就是对证的 因为它是townhouse 所以它是独立出入 它有两个门口 一个是由街进入的正门入口 另外一个门口是可以access到 是去到parking的 这个单位开价1249,000 有1325尺 两个房间和一个书房 有两个半洗手间 一年身和包冷气的 我们进去看看 好 进来看看 这个门一关起来 锡市隔音很好 因为它虽然对着马路 但它不是一个high traffic的马路 我觉得进来之后 声音真的隔了很多 因为它始终在West Canary区 所以这里的建筑和发展 上市都会要求他们 你建设这样的soundproof才行 否则一定会被人偷偷 可能石屎和普通的tapos不一样 因为木和石屎是有分别的 石屎当然隔音好很多 进来这里有个衣柜 挺大的 挺深的衣柜 它感觉好像一个apartment 但是因为那些房子去了楼上 所以多一点空间感 它里面有1325尺 虽然它两个房子 但也有两个半洗手间 所以空间很大 而且这次Polygon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觉得 它的floor plan是比较好的 因为通常我们建的 确认的townhouse floor plan都会比较窄一些 但是这次Polygon 它做这个floor plan的时候 它很分明的 进来这里有很大的island 但是它还有一个分开的餐桌 也设计得很好的一个living room位置 就是给你好位置 放梳化 可以放在电视上 不会太窄 因为我们这个业主 其实也是L型梳化 但是你完全觉得 刚刚tap in的刚刚好 你坐在这里有个小孩台 有宠物 可以看到那些宠物在 放去吹去吹去吹去玩 我业主做到好像一个示范单位 除了执得干净 保持得好一年新之外 它还做了长纸 很漂亮 其实这个project 我们去收楼的时候 那时候Lul花帮去买的时候 deficiency已经很少 Polygon这个project Fiorillo 它的手工今次做得很好 厨房全部用的砖的backslash 这个gas就放在管理费里面 Baggy你刚才提及管理费是多少钱 789 通常一听就好像很高 我们帮大家分析和计算一下 一般木townhouse的complex 真的 Stranet fee的商量比较便宜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size 大概400元左右 所以跟这个是有些距离 但是你要计算一下 一般的木townhouse 你讲richmond 第一就是它不会爆gas 这些是你独立要自己去开 你和fortis去开一个account 另外就是什么呢 City of Richmond的排污费 一般也都不包 utilities 即是猜向 所谓猜向 是地税以外的单 这个管理费应该是包在那里面 是的 包在那里面 所以你去计算一下 你gas和utility 那里都不少钱 还有 amenity 那你就当它是一个apartment 这样去买 那apartment就是六毫多只一尺 那成1300多尺 那actually这个价钱 还会便宜过去一般的尺数 嗯有存在 比apartment per square feet的尺数 如果管理费来说 我自己觉得厨房这个位 第一很多贵 全部L型 就是polygon 很多storage counter space很多 是的 都很多空间 其实这个位都很淘 可以两个人没问题 但是我最喜欢去冰箱 因为它是built in 很漂亮之外 它有两个冰格 哦 那就差很远了 超级多位 就是很多位可以放东西 哇你看 狗狗吃的东西 可以放一格 可以放一格 它有自己一格 小无限 是的 这个dining room 它也是做了长置 所以感觉上是 它做到很漂亮的storage 很搭配 是的 你看这个dining room 的位都很大 可以放到一个六人桌 如果你不用dining table 的话 这个可以用来做一个office 也可以 垫都可以 现在很流行 楼上还有一个垫 所以都不用 这个可以做play area 就是很flexible 如果你是小人住的 其实用island已经够了 嗯 如果有客人来 就有这个半套的洗手间 这个就是powder room 刚才除了在正门入之外 这个门口 就是可以通往parking space 刚才Maggie都还没提及 包括冷气 没错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冷气的位置 所以一般出入来说 都会在后门里面 因为你排完的车 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对面的neighbor 这个就是对面neighbor 但是这里就无人 那你开门之后 就是parking space 很近的 对 是parking space 对 上来2楼 其实它有两只宠物在这里 就是为了一个小朋友 没有鞋 所以买这么大的地方给它 还有balcony space 但是保持得超干净 完全不觉得有宠物在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书房 那它就放了很多 我可以放下storage杂物 然后放书 然后做一个home office 你放了这些东西 就看到空间多大了 因为它这个车 是all the way进去的 都不小的 虽然它没有窗 但是它有冷气 所以夏天在这里 工作也没问题 没错 那书房出来这里 就是洗衣干衣机 就是bloomberg的 compact size 这个就不是full size 嗯 旁边就是洗手间 没有用过 完全没有用过 一次也没有用过 可能它干净 干净到不得了 其实这是一个top shower combination 对外这里有两间房 我们先看看这间 好 这间业主也是没什么用的 看到它是做一个 好像他说他平时会在这里做瑜伽 按摩 是一个 因为他们不是太多人住 所以你看它跟新的一样 如果你有摆一张queen size 都可以的 是的 这里看出去就是日后 我们上次拍的telstar那条片 的对面地盘这里 没错 对了 就是远一点点 所以将来这里会规划很漂亮的 因为telstar的planning 是有了公园 会很漂亮 这个主人房 看一看 主人房做得好像示范图 他做到长置之后 真的好多 是 觉得要有feature wall 才好多 这个是不是king size 这个是king size 所以这间房间 可以摆到king size 还摆两边床头柜 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足够的 再放一个dresser 还有看电视 都走到三边下床 是的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walk-in closet 走到洗手间了 这么干净 没可能没用 其实是有人住的 下面的砖和墙身 也有一部分是砖 这个櫃好像厨房 很多櫃 是的 很多櫃 还有一个小小的medicine cabinet 有两个double sink 一个比较大的shower 还有一个shower bench 是的 这个洗手间的空间是挺大的 对 因为这个space很大 所以它是两房家丁的townhouse 1300多尺 但是因为它的积极设计很好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有1400-1500尺 我觉得 很有趣 这个楼台铺了架草 还有它遮住有点点 对 但你可以在这儿BBQ 或者摆一些桌桌等等 不过它就铺到 好像有个小草地的地方 挺有趣 看完townhouse 也要带大家循例来看一下lobby 其实呢 它在家里 在车房那里 可以有一个側门 或者你可以在正门口的lobby 进来 右边就是它拿信的地方 也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有个健身室 还有lobby 看到这里 还有一个amenity room 可以租来 开party 给朋友用的 里面你看到 还可以打球 好了 这个盘已经上了MLS 如果想约看 记得联络我们JM 带手看 现在找歌 记得CLSS common like 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见 拜拜 外面拍戏 拍外景 不要紧的 我们今天想带大家来到 3699unit No.6 有一个 飞得太瘋了 什么